我是料理老師廣莫 喜歡做各類糕點 今天來做傳統的江南點心綠豆糕 入口甘甜 清香綿軟 做綠豆糕選用去皮綠豆 需提前泡水 浸泡過夜 然後放入蒸鍋中 中火蒸一小時左右 直到軟爛即可 蒸好的綠豆用勺子壓成糊狀 過篩 篩出均勻細膩的豆沙 接下來 取一口不沾鍋 開小火 倒入黃油和豆沙 翻炒均勻 等豆沙稍微變乾時 倒入細砂糖繼續翻炒 再加入麥芽糖 炒至豆沙細膩爆團 出鍋放涼待用 然後 模具上刷一層薄油 取適量豆沙 搓成小圓球 填入模具中 向下扣住 按壓成形後 脫模 綠豆糕就做好了 冷藏後食用 風味更佳 夏日里 綠豆糕配茶 是很好的消瘦小店 綠豆糕的做法 南北都不一樣 北方的不加油脂 比較乾香 今天我做的綠豆糕是江南的做法 我用了黃油 奶香味比較濃郁 一般傳統的會用豆油 或者其他植物油來做 模具上我刷的是植物油 用來防粘 泡發綠豆 中間寄得換水 如果天氣熱的話 建議放入冷藏 以防變質 炒豆沙 全程使用小火 讓水分慢慢變乾 加入麥芽糖 是為了讓綠豆糕 更容易定型 不易鬆散 綠豆糕做完 建議立刻使用 如果一下子吃不完 放入冰箱冷藏 最好不要超過兩天 有軟的浮澜 水分架 水分架 漫潔 水分架 水分架